我要買樓 沒問題 我要嫁得出 行啊 我要找相公 行啊 很想去旅行 Go… 我要綠合常蹤 行啊 恭喜發財 踏入新一年 大家想不想知道 自己住在那區走什麼地運呢 當然想 我還想知道痛性啟示 疫情何時停, 香港大運 經濟係兇係吉, 還有… 可以…逐樣來 現在先找師傅樂區 分析一下香港九龍新界的地運吉兇 看到我們身後電車 就是知道這裡是香港島區 說到香港島區 當然要找楊天命師傅 批一批 又是李洋師傅 全世界知道楊師傅住在天后 其實天后的地運是否一流呢 今年本身是一個叫八仔財星 我們說在天后區 去到北角, 太古城, 里徑灣 全部都收到八仔財星的氣 其實是旺財 今年香港島, 我們說在近海 北面見到水, 一批叫168 全部都當旺 168 對, 168 我們說六仔星在哪兒呢 就是西北方 就是西延盤開始 去到灣仔 是 一就是中間 中間就是銅鑼灣 就是旺人員位, 開心位 剛才說八就是財星位 是 那三個地區 今年多點去逗留的話, 都是好的 師傅, 如果你剛才說的那些旺區 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令它旺上加旺 八仔財星位在哪兒呢 天后, 北角, 太古城那些地方 里徑灣那裡是否有很多見到水的地方 有些餐廳, 外面很漂亮的地方 坐在這裡吸收財氣, 也是好的 放狗可以嗎?會不會踩到那些氣 狗旺, 也是你旺的 你可以走狗魂 真的, 一個好魂 就是正式的狗魂 對, 我們還有一個說狗 其實今年狗仔星是喜事星的 狗仔星在哪兒呢 其實就是淺水灣、深水灣一帶 狗仔星是旺什麼? 結婚生兒玉女 不閒時, 那邊的沙灘、浪漫 回來的時候… 就生兒玉女 就可以有喜事發生了 還有一個叫讀書星是最好的 其實今年就去到銅山叛土 銅山叛土的小朋友 今年有一個叫虎樓讀書運 再好一點的話 在家屋東南方放水 還有四枝富貴竹 其實就可以旺土讀書了 至於空星方面 今年我們說有一個叫兒子星 是 兒子星去到哪兒呢 就是西南方麻麻皮 放些銅做的飾物就可以化病了 有一顆叫賊星, 偷野星 就是在西面貝沙灣附近的大 我們說在全監督西面的地方 放水的異象 金身水就切掉了賊星就會好一點 還有一顆星 其實是第二個病星 在中央的位置 我們香港島的中央是哪兒呢 就是山頂 山頂病星也不是很擔心 因為山頂很高 陽氣很盛 太陽很猛 很猛 曬得很猛 紫外線曬曬 所以山頂的病星不是很擔心 然後還有一顆是士飛星 就是在柴灣那邊附近的 在單屋的東面 放些紅色異象的東西 整個和氣身材揮出 紅色的話就可以化士飛了 剛才師傅說可以借運 如果今年的吉星 不是飛到我那區 但是我就去旺那區借運 你猜做什麼 可以給好運回家呢? 不如嘗嘗這招吧 楊師傅… 有事要問你, 楊師傅 很關鍵看水… 有什麼事…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你較早前說借地運 我心想北角這裡有那麼多水 水為財 我就借了水, 即是財 你怎麼借?釣魚嗎? 魚是釣不到 但是因為我放了龍 有些蟹, 可能會釣到蟹 有可能可以 因為我們說關於水的異象 例如在這裡深呼吸 然後買一杯咖啡在這裡喝 如果你真是這麼不幸 碰不到蟹的話 在那邊有些海鮮檯 可以買回去也行 既然來到海邊拍照照, 打卡 或者搭一下渡海小輪 吹海風, 行不行嗎? 他這麼聰明 為什麼? 變了很多 記得, 一定要這樣自拍 對著看到水 然後拍照, 放在全監獄 東北方 就把這麼大的材 一吸, 吸進你剛才的東北方 但我沒有相機和電話 但我家裡有狗 可否帶狗來放狗 幫你吸勻 其實走來走去, 你也能吸勻 你的狗也能吸勻 看你很快提早有個狗的運 是嗎? 不要說那麼多 這是給你, 師傅 給 回去拖狗, 別拖狗 再見 我也想到沒力 師傅, 你慢慢釣了 我去九龍, 再釣運 沒有師傅, 難怪釣不住 是, 做薑太公 是不是這裡?這麼久還沒到? 不是這裡, 九龍地標嘛 來了… 是那個嗎? 是那個靈體, 這裡 馬仔, 你好 你好… 你喜歡現真身 是嗎?你現真身, 我當然要現真身 我住在九龍區 哪些九龍區的位置是吉星道呢? 很多, 不如先說說 這裡的地標尖沙咀吧 尖沙咀流年是九星飛島 九星有利因緣、喜慶、生寶寶 是, 知道嗎? 除了尖沙咀區旺 還有哪些區是旺的呢? 榴槤八星、大財星飛到東北位 慈雲山、獅子山公園就旺了 馬仔, 有哪些區是編才比較好 編才嗎? 榴槤六星飛到西北位 美夫、李靖屋邨、遙宗兒文化館 等等這些地方 如果想今年招下人氣、名氣 和學業運, 應該去哪一區呢? 榴槤四星是文曲徵、學業、名氣 在東南位, 日本海賓公園 啟德等地方 明白… 馬仔, 吉星就差不多了嗎? 不是, 還有一星 一星是人緣星、桃花星 對… 榴槤是正北位 正北位在九龍區來說 就是畢架山、添人台、大埔道 九龍、水塘、水壩等地方 馬仔, 吉星說了那麼多 不如你先說空星吧 我們最有興趣的 空星有二、三、五、七這四個星 難道是那裡? 馬仔, 你快點開估吧 剛才你說的二、三、五、七 究竟代表什麼? 二…那顆在哪裡? 今年在油麻地區域 油麻地人口很多, 特別是病情 第二是病星的時候 小心在密集會有感染 那這個二號病星怎麼化解呢? 因為我也有些朋友在那裡上班 可以在這個西南位 你明天看到一隻銅龜 就可以化解病星了 那三號的空星又在哪個位呢? 三星就是是非星、官非星 口舌、吵架等等 今年是正東位 九龍灣、牛頭閣等地方 有什麼化解的方法呢? 家裡可以在門前放紅色或紫色的地纖 就比較好一點, 可以化解 那五號這顆災星又在哪個位置? 五號這顆大災星 今年就是中東、正中 在地區來說就是九龍塘、何文田等地方 有辦法避一避還是怎樣? 對 在家裡最好放銀灰色的花瓶 花瓶, 瓶就平安 最好放在家中間 但是放不到的時候就放在廳 要選擇什麼花或什麼顏色的花 雜色的花都沒所謂 所有色的顏色加起來都沒所謂 最重要是灰色的花 沒錯 馬仔, 來到最後一顆星 七號仔的一顆星又在哪個位置? 七號的破財星 今年就在正西位 長沙環、深水埗一帶 七星的破財在這裡投資就要很小心 怎麼化解病? 可以在家裡種水種植物 或者養魚, 魚缸成江水也不錯 多喝點水也不可以解決問題 當然, 身體好 魚缸或是水種植物 應該放在家裡哪裡? 正西位 正西位 下一節輪到新界區 師傅分析北部都回區 對香港來說簡直是… 怎樣… 待會就知道了 還有通靜啟視和疫症預言 千萬不要走開 再一次, 你看見你們 牽手方面, 你看見你們 我們珍貴的 好想看見你們 你們字幕提供 我們在親近日中 東北比較旺, 粉嶺、農藥頭 發展新界東北區 第二個區是南邊有路的地方 例如元朗 因為屯門公路一直直入元朗 所以今年元朗會比較輕旺 樓市也會比較好 第三個地方是大埔 由獅子山隧道出來 經過沙田後會向北走 那一部分會影響大埔 所以這三個區是今年比較旺的地方 哪些區比較沒有那麼旺 而又可以怎樣化解好呢 今年沙田因為病符位衝進來 家人容易病 小毛病而已 對 應該在西南邊 兩個風鈴就可以解解 既在西南邊放紅色東西 還有在西南邊做裝修、搬傢俱等等 這是坐向的化解方法 是 哪個區域沒有那麼旺 如果在新界區 沙田也可以算是比較差 另外一件事就是正北別 正北別是三煞位 羅湖通車過來那邊 還是有三煞, 頂住 所以… 所以是不是不會通了? 應該會通, 但會慢一點 另外就是屯門 屯門公路由東邊一直直入 那邊遇到一個… 我們稱為黏油星 容易人們發生爭執 甚至有時失踩、打劫等會出現 凡事向好處望 剛才師傅提到 粉餅元朗一帶都有運行 而據我所知 這幾區都是 是接下來北部都會區重點發展的部分 整個北部都會區是包括什麼? 大概分成三個部分 就是西北邊, 中間和東北 西北邊就是近元朗上面的地方 中間就是羅湖 即是我們搭火車那裡 東北就是近這裡, 沙頭角等等 這三個地方, 在未來的二十年 因為我們未來是九雲 九雲旺除了北邊有水, 深圳河 然後還有旺, 南邊有山 我們整個新界最高的就是大帽山 獅子山, 一拉的山 一直下來這裡 這兩樣之外, 還有一件最旺的 就是要南邊有路 東鐵就由尖沙咀一直到直到羅湖 會帶旺這裡 所以如果這個沙中線開了 幾乎是由金鐘站 就可以一直到直到羅湖 所以這個就很應用整個運 只要政府的規劃上面加速一點 不要浪費二十年去搞規劃 我們就可以吃正運 將來和羅湖這一帶 就會非常興旺 就是我們所謂的第二市中心區 甚至和港島有得廢 龍躍頭這裡, 你說這麼旺 是不是因為這裡也有一條龍脈 這裡後面背部有個青龍山 是大山 但是來到這裡下面 風水叫它演化 變成五個山仔 有個叫五虎落地堂的形式 這裡所有鄧氏宗池 幾條圍村等的東西 就是吃著這五個山 真是在後面 五虎, 我好像認識 你知道這個嗎?五虎嗎? 師傅, 如果有朋友 想來新界借運, 行不行嗎? 如果大家新春想走過大運 就可以來這裡旅遊一下 反正這裡山明水秀 又有很多風景名勝 亦有很多香港現在僅存的歷史古蹟 這個魯圍的景點 都可以來參觀一下嗎? 是, 魯圍是香港最古老的圍村之一 但是我聽說鄧氏也是… 是, 這裡有個鄧氏的祠堂 天后廟 前面有近隆圍, 有幾個圍 而且你看到這間魯圍附近 還有一些土地工 就是這些傳統的佈置 其實是很合風水格局的 還一定是好的風水局 我決定今晚上山找五虎 2022行運 我決定了, 我決定了 開師傅, 還不是說我認聰 其實我已經看了很多年通勝 我覺得今年的地武經 其實還不錯, 我給97分 你也挺聰明, 真的挺聰明 有心 如果我們看地武經, 它會這樣寫 它說高下盡皆風, 春秋水甘潤 秋冬處處處通 高下盡皆風, 即是每一個人 包括你和我 都是有豐收的 而且它說春秋水甘潤 天雨來說, 也挺滋潤 秋冬處處通 即是在過去一年的頹氣 或者沒那麼起色 都會一掃而空 每個人都會得到它想的東西 例如創業、興家 或者重生而離, 也會 還有它說虎道直隧頭 處處好田袖 即是田地、房屋方面 處處都會好 其實怎麼會好呢 我們大家都經常在問 房屋、地產 原來現在全民都會留意這個問題 就已經開始好了 當然這些不會在三、五、七年 就會準備得好 應該都是循循漸進 提到天雨 你看到那個龍夫 是 這麼穿鞋 對, 這個朋友是赤腳 有些人說是鋼水 鋼水不需要穿鞋 我們不是看雨水的 只不過某一年 他應該的衣服鞋是怎樣的 不過如果說到雨水 你就看看下面 他那個地武經在下 他寫著八龍治水 因為最高的龍是十二條龍 八條龍治水 雨水也是比較甘潤 是比較多的 如果還有寫著七日得新 這個新字屬金 也是說經濟的 其實只有十個 天干就十個 第七日才排到新 即是經濟已經進步了 即是多了金 五牛耕地 即是人力需求要多了 即是失業旅行低一點 每個人都有工做 不過我們又要看地武經 他說人民須富樂 不過陸促盡租空 這樣是不是有大件事發生? 什麼事? 租空 即是那些陸促 你家裡養的豬牛羊 雞啞疾病 雞啞疾病 就是有胸癌發生 即是疾病仍然會持續 尤其在陸促方面傳染三鋪 也會造成一些意外 或者有細菌 所以大家最重要是保持健康 還有衛生就最好了 師傅, 你可否給這幾個日子 每個月都是一個好日 適合結婚、搬家 或者做大件事的好日給我們呢? 我一年都有一個碎破月 一南一秋之後 那個月份跟老虎連是相沖的 即是由8月7號 是 至到9月7號 這是楊歷 這個月份也叫做碎破月 我們就大事物用了 如結婚、公司上市、開市、搬家 甚至乎移民 我們也不要選這個碎破月 還有, 例如意外、天災 或者人禍會較為多一點 至於我們的情緒盡量保持 開心一點 不要受這些影響 那就最好了 至於吉日 因為每個月份都有好的日期 不僅是一天 我們縮窄範圍 讓大家容易選擇 3月13日、4月17日、5月21日、6月18日 我現在有個表給你們看 每個月份都儘量給一天 其實通訊中也有好日 這些都是好日子 給你的 你可以因應選用的 蔡師傅 是否在那些日子 我們做什麼都沒問題 做什麼都不順利呢? 一般以為是 如果你想完美一點 如果想衝你的生肖 第一,不要選擇 第二,你也要看通訊中的技行 例如3月13日,寫著寄栽種 如果你想播種、農耕 或者是花籠去做栽種 那天就沒那麼好 例如4月17日,寄文卜 不要在那裡作福、文卜 原來如此 以後播種、勞動 都要選好日子才行 通訊是對的 曾經在2019年 神准預言會出現世紀疫症的拳朗師傅 新一年又有什麼預測呢? 恭喜…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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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我想今年我們最關心的 究竟疫情究竟今年會不會消失呢? 以你的意義是很嚴重的一年 它會剩下哪種 吃的也好,還是新的疫苗也好 也是減滿新功肺炎 那今年的疫情 有沒有說到哪個月份 會再爆一波呢? 首先,過了一年後 其實大家都要小心 接著是新來的五、六月份 九月、十月 十一月至十二月都要小心 即是九十、十一、十月都要小心 都要小心 都要小心 年尾要小心 再變種之後又現種化 如果家居哪些方位會比較? 沒有那麼理想 其實從風水的角度來說 家庭大門是西蘭門的 這就是大西蘭 很容易招惹到病 出門就容易惹到心肝肺炎 今早就買一串五地淺 五地淺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開光 如果你不開光 你這麼放下,它的力量就會弱 做一個黃色的繩 黃色的繩? 黃色的繩 穿著五地淺 一定要五個? 一、二、五個 那隨身攜帶了 那是一天擺大門的 既然師傅預言 今年疫症不會消失 那民生經濟會不會受到更大的打擊呢? 其實這個金站民生 是受到這個身高肺炎的影響之後 很嚴重的 一部份的行業繼續受影響 內嶺的利用液 基本上沒什麼辦法可以賺到錢 然後其他的金站都是大受影響 股市反覆很大 反差一下就很高, 一下一下低 接著就像過山車一樣 喜歡買股票的朋友 需要有錢賺, 馬上拋就可以賺到錢 會否說某些屬性的股票 比較買得過一點? 一種是熟火的 熟火的 一種是熟土的 這兩種五行的股票會比較旺 去年香港發生了不少災禍 有些還很離奇 2022年又是否多時之年呢? 其實香港到2022年 其實不算太平的年份 除了這個身高肺炎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災難 就是叫做血光之災 血光之災? 什麼?血光之災還可以 香港從風雪的角度來說 是招呼血光之災的 駕駛的朋友特別要小心 過馬路的人也要小心 所以太辛苦的朋友 真的不能在很辛苦的時候駕駛 累就不要駕駛了? 對, 還有真的不能喝酒去駕駛 是 因為不是只能駕駛一個地方的風水 整個香港的風水 都是容易召喚虛光之災的 如果想百分之百安全 其實就有一個方法 就是不要出門口 當然不是, 難道你們吃飯嗎? 不停泊賣嗎? 不停泊賣 不停泊賣, 不用上工作了 請一道保平安的湖 我們的茅山道各方面 這方面真的挺有幫助的 放在車上 在關駕駛的時候 真的可以保得很平安 群師傅, 你說到今年2022年 香港都有血光之災 哪些月份我們要特別小心和謹慎 其實全年這個血光之災都是嚴重的 尤其是夏天的六秋月份 是要特別注意的 其實這幾年 香港人都面對不少難關 但是獅子山下香港精神 我們一定會跨過一關又一關 祝大家苦練 苦苦心威 太好了 每年秋月已有特累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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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